三藩市巴士快線項目BRT今天正式動工 2020年之後經過Vanetskai的市民可能會看到巴士會從路中間停下 乘客也會在路中間上落 今天上十一點上百人聚集在戰爭紀念廣場前面 共同見證三藩市首個巴士快線項目BRT的動土儀式 三藩市市長李孟賢今天發表了演講 他表示三藩市以前從來沒有過這麼好的交通建設項目 BRT這個項目將會更好服務乘客 更加安全亦更加快捷 市參選會主席London Britt表示 這個項目將會令乘客更準時到達目的地 我們正在做到多少成功 這項目是最多的 巴士快線項目將會增設在三藩市內 Vanetskai 和北超雯三條公路 三藩市交通部长Ed Riskin表示 现在Vanus街大部分左转道已经封闭 最左的车道也会逐渐关闭来配合改建工程 虽然交通暂时会被平时塞车 但是Ed Riskin表示 这个项目会帮助连长者更安全地乘坐巴士 巴士快线项目BRT预计会在2020年员工 而新的巴士快线可以将行驶时间缩短到24% 可靠性提高20% 而乘客的数量可能会增加20% 天下卫视记者 旅见感报道